1.华晨宇被公司黑 华晨宇和天宇的合约很快就要到期了 前段时间就曾和公司那边透露过不再续约 想要单开工作室的打算 不过过程并不愉快 华晨宇也曾上线取关的对方 其实一人合约到期不再续约 尤其是顶量柱的存在 走前会被经纪公司黑一把的 2.卢晨卷进电信诈骗 卢晨演唱会有个桥段 就是他曾出演的电影《百度人》中的一个桥段 卢晨在现场给粉丝打电话 想问粉丝二群时想听什么歌 但被粉丝当成了电信诈骗 卢晨你是卢晨 当我傻 果断挂掉了电话 现在该粉丝已傻 3.李一峰被利用 李一峰不是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吗 期间难免会被节目组拿来炒作蹭热度的 节目中出现了一位人气选手 时常被网友diss没事 但是人家就是每次都能靠暴领队和队友大腿晋级 是节目最大的发表 还和李一峰捆绑上过热搜 4.张涵宇演《鬼吹灯》 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系列IP作品再次启动 这次筹备的是电影《鬼吹灯》之天星手 张涵宇演《胡八一》 江五演《王胖子》 如镜山演《孙乐阳》 这次选角很靠谱 希望剧情也能精彩 5.苗普转行当网红 苗普一直是走轻衣女演员的路线 出演的影视剧作品也都是现实题材的证据 所以即使坊间人气热度不高 但是忠实观众很多 苗普最近跑去直播了 而且是直播 打出的宣传都是新进直播红人的直播首秀 6.新《鬼吹灯》演员 早前就曝光了《鬼吹灯》的筹备新版的消息 至于新版演员阵容 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 现在网传一份定装名单 杨子言小燕子 张欣宇眼下紫薇 不过这份名单很快就被剧方打脸 该剧预计在今年年底开机拍摄 小表辈们想看谁的爆料